不好意思 要請經濟部 沈部長 好 請經濟部 沈部長 好 衛福部 何次長 衛福部 何次長 我先就經濟部的部分來跟部長請教 就是在這個紓困措施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得到說在 在台水和台電的部分 其實是很積極的來主動比對 他們過去的營業 積極比對他過去的營業相關的資料 然後並且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後 自行比對並且主動給予相關的紓困的優惠 包括說這個電費 水費的減免等等 那原則上他們是不需要經過申請的 而且可以在這個網站上很清楚的查清楚 就直接比對完 就直接在那個繳費單就直接扣掉 對 是直接發起補助的 最方便啦 沒錯 下一頁 然後我們看到經濟部的部分 其實在這邊也做了一個專區 然後也很盡責的在這個 各項的資料裡面提供的這個試算表 希望能夠提供給需要的企業產業 來做這個射算和填表 然後也提供了這個專責的聯絡電話等等 但是呢我們想要請教是說 畢竟他們還是需要 我們知道一些陳情 就是他們還是需要下載這個資料之後填寫完 然後查對完之後 我們再送交到經濟部來做這個申請的動作 那一樣的是說 下一頁 一樣的是說這個資料其實都是引致來自 主要是財政部的這個營業稅的部分來做比對 那是不是能夠有機會來比照這個辦理 然後能夠主動積極的來處理 而不需要透過這個填表的動作 還有送申請的部分來處理 主要是因為這樣這些申請的動作和人數 其實會增加申請者以及收件人這邊都其實有增加更多的作業 這確實是事實 所以我們晚上在司空輝我們一直都在要求我們同仁 能不能利用這個所謂的一些大事蹟的東西 然後就直接處理不要再有人工 因為人工造成瓶頸 因為案件多的話造成瓶頸堵塞 那本來一件好事又被罵這不好 了解所以這個有積極處理的明確的時間嗎 因為現在看起來其實可以透過工商憑證等等 你能比對這個數據就可以做到這個部分 就如同剛剛台水台電的部分 那現在我們那個司長跟我提醒說還要員工資料 因為這個是員工的新資的補貼的部分 所以能夠借重的我們就盡量借重 然後再來一些不得已的話我們才這樣來做 是了解所以就是我們跟我們期待的就是相同 就是說在這個主動的部分營業稅的部分其實是可以主動提供 然後另外不足的部分當然是需要請相關的企業 然後產業來做處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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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經濟部長謝謝 那接下來請教衛福部 就是剛剛其實有很多委員都有提到說 這個醫護人員的津貼的部分 因為其實大家看得有點 不是很清楚說現在補助辦法到底是怎麼樣 那我們首先是非常需要這個醫護人員在這前線來為我們來掌控這個疫情 以及做這個疫情的管控 所以剛剛其實記者會也剛剛提到說 今天已經是連續四天零確診了 非常感謝這個衛福部以及政府 以及辛勞的這些醫護人員的努力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剛剛也有其他的委員也有質詢到說 相關這個醫療醫療人員 醫療人員的補助的作業申請要點上面可以看得到 首先我們想要先確認的是說 他上面提到的是 在每一個病房區域 每名醫師以每日照護十床為原則 每名護士人員 護理人員以每班照護五床為原則 想請教這個十床以及五床的原則 是上線還是下線 就不能超過啊 就是要確保他的照護品質 了解 因為這邊我們有看到相關的公會 其實是不以為是下線的情況 所以會覺得非常的擔心 因為我們確實應該是以上線 照顧這個醫療品質的部分來為原則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得到說 昨天也有在請教這個陳部長 在回應說這個計算方面 到底是要怎麼樣來計算 所謂的每班或每日的定義是什麼 因為過去SARS的期間 比較很清楚的定義來 是每人每日來做計算 那陳部長這邊有回覆說 是以服務面來計算 比如說一個病人同時給十個醫生看 那我們可能就要 並不會有一個醫生給 一個病人如果給十個醫生看 我們還是只有付一個病人的錢 但是如果一個醫生照顧五個病人 那他一天一個就是零一萬塊 所以一天就是五萬塊 那如果單價太低 我們也可以來考慮 這樣子的風險和壓力的時候 是不是能夠再來提高 如果能夠負荷的部分的話 他也贊成 所以我們先舉個幾個例子來看 就是這邊前情提要 其實有三種說法 一個就是部長的說法 第二個就是剛才提到 要一比十 第三個就是每日拿一萬 那以實際上的情況 醫療的情況來說 比如說我們列了三個情境 想要在這邊跟部 跟次長這邊做確認 讓醫事人員 醫護人員都能夠很清楚的 知道他們拿到補助是怎麼樣 以第一個情境一 就是一位醫生 照顧五個病人的情況下 他是盧部長說的呢 這樣一個人就可以拿五萬呢 還是說因為他不符合這個 醫護筆的部分 可能沒有做補貼 我們原則上是 就是說只要是在十個病人以下的醫院 那他所有的這些確診病人 比如說一天是兩個醫師去照顧 那每個醫師都可以拿到一萬 那如果是三班的護士照顧 因為有十個病人的話 就分兩班 兩班就有兩邊 然後有三班 就六個那就會有六萬 所以我在這邊確認一下說 次長醫師說 以情境一的話 這個醫生就是拿到一萬 他只要是有參與真正照顧那個確診病人 而且病情跟那個 他要比較頻繁的要進出到那個病房 只要低於一比十的情況下 就是情境一和情境二都是哪一萬 那情境三的情況 就是三個人可以各拿一萬塊 沒錯吧 看醫院的調度 因為你如果說這十個病人 是分到不同的病房 確實醫師照顧上 沒辦法說同一個區塊 我十個病人 只要兩個醫師就可以了 他是分成三個 那當然每個醫師只要確實情況 而且他病情又嚴重 我們還是給他一天一萬塊 所以我們現在是先拿幾個情境來確認說 以目前真正實際有協助的案例來看 就是說 例如說醫生假設以情境三 因為一二剛才比較確認就是 這個醫生都可以拿到一萬塊 對 原則上我們現在 因為百分之七十幾的病人 確實都是輕症 他就住在裡頭 也不需要你頻繁進出的 了解 我們還要看這個情況 大家都希望比照SARS SARS的時候是 醫護人員壓力 比現在大太多了 理解 所以我們會依照不同的狀況 但是只要醫護人員有付出心力的 我們當然絕對會 跟SARS的那個期間一樣 給他做最好的一個 感謝 所以是每人確認 比如說這三個醫生 確實都有服務到這十位病人 不會是三個人去分類一萬塊 就是三個人都有一萬塊 沒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護理的部分 因為護士的部分有比較複雜一點 他原本的補貼作業原則 作業續支是以每班為標準 那我們看到這個實際的案例 就是以台大醫院為例 他白班大概是六個護理師 然後十個病人的情況下 那剛剛次長的醫師也是提到說 只要這六個病人服務到這個十位的話 這六個人每人都有一萬塊 所以就是剛才提到說 這個我們列了三個樣態 就包括說白天小夜班 或大夜班的情況下 不論服務的病人如何 只要他在五床以下的原因 所以每一個護理師 都可以補助到一萬塊 並不會以每班一萬塊為原則 來處理 我跟委員說明就是 護理的部分是一比五 那現在有十個病人 他就要有兩個護理人員 但是二十四小時有三班 對不對 六萬 對 所以不會以每班來做一萬塊為限 因為每一班的人數 可能通常會超過兩位以上 就是說你真正是在照顧 那個嚴重的病人 一班我們就是給你一萬塊 一班一個人一萬塊 對 要同一個病房區 就是你不會說分不同的區塊 當然要另外算 當然當然 所以這個案例就是 在同一區裡面 假設他是六位護理師 照顧十位病人的情況下 就是這六位都會有一萬塊 是 兩位一位搖頭一位點頭的意思是 不是很理解 三班 他是白班就六個吧 跟那個委員說明 你現在是白班 小一班大一班 加起來才是會有六個人 你這個表裡面 因為我只有十個病人 在同一個區塊 那一個護理師 是照顧五個病人 對 那現實上是他們不會 大部分醫院 其實不會以五個病人來照顧 大概醫護比 大概就是二到四左右 以我們知道的情況就是 對啊 不管他最多就是五個病人 五個病人以下 我們就是按照三班去算 所以剛剛是說 只要是十個病人 是三個人照顧他 還是用五個病人來算 所以只能補貼兩個人的錢 你有三班 一百班是兩個人 沒說 小夜班也兩個人 就是那一班 即使是三個人照顧 但是我們還是 只會補貼兩個人的錢 對 所以有三個人去做平均 因為確實就是 一比五的標準之下 你不需要用到那麼多的 了解 所以他其實不是 不是上限 是下限 醫師是上限 護理師是下限 就是要五個人的時候 才能申請一個人的錢 你沒有收到的話 還是照顧 好 所以想要確認一下 就是因為剛剛提到說 剛剛提到這兩個案例 其實跟剛才 市長這邊前面講的不一樣 就是說 醫師是以不能超過十個人為原則 但是護理師是以五個人以上為原則 來申請 所以這兩個其實是不一樣的條件 基本上是一個護理同仁不能照顧 超過五個病人 這個叫做上限 所以假設是六個病人 六個護理師照顧十個病人 就是少於五個部分的話 那還是在標準裡面 但是他不會每個人都補助到嗎 這兩個人 請市長再跟王委員 妥回說明 好 那最後就是確認說 剛才聽起來就是護理師跟醫師 其實不一樣的 並不是如陳部長這邊在說的是 護理跟醫師是一樣的標準 一天不注意 下一位請樓民常委員 謝謝